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去菜市场花了28块钱,买了一条鲁鱼,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颜值又高的新做法,加入鸡蛋,出锅就是一道老人小孩都喜欢的美食,鸡蛋嫩滑,鱼肉鲜嫩,味道也非常好吃,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 先准备一条的新鲜鲈鱼,买鱼时,叫老板处理干净了,把它放入盆中备用,再准备一把小葱,把它切成小段,一块生姜,把它切成丝,切好后,把它们放在鱼身上, 加入一勺盐,用手抓捏成稀烂的状态,捏出葱姜汁,然后加入多些的清水 搅拌均匀,将鲁鱼用葱姜水浸泡,不仅能去除腥味,还能让做出来的鱼肉更加鲜嫩,色泽雪白,给它浸泡10分钟左右 这时候,我们的鲁鱼也浸泡好了,把残余的血水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放在案板上 将刀稍微以45度倾斜向下切,沿着肉与骨头之间的缝隙慢慢划开 直到尾部,将此处切断,这样就可以轻松将鱼肉取下 翻到另一面,采用相同的方法将鱼肉取下 然后把鱼骨斩成小结 鱼头,鱼尾另外放 另外,把肉的肚子上的鱼囊骨片下来 把鱼肉切成片,片泥成两连切 第一刀这样切,不要切断,切第二刀的时候再切断 像这样子给朋友们看一下,像这样子的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把它放入碗中,加一点点盐 再加半勺的胡椒粉,先给它抓揉 这一步一定要抓出粘液,这样可以去腥,吃起来才会滑嫩 也会带一点Q弹,抓着时候,你放心地抓 因为它有鱼皮跟鱼肉,不用担心会破掉 你在刚抓鱼肉时,你会发现鱼肉它是没有粘性 但是你抓到后面时,你就会发现鱼肉很粘很滑 这样鱼肉它的筋性出来的,鱼片抓到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入半勺生粉,继续给它抓揉 多裹上薄薄的生粉 最后加入一勺的食用油,继续搅拌 加食用油,能够封锁住肉中的水分 这样肉在食用的过程中,就不会因为水分流失过多 而导致其口感发老发柴了 好了,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先放一堂备用 接下来我们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鱼骨放锅中煎一下 先不用去翻动它,把它煎定型 大家做这道菜时,一定要选这种鱼翅特别少的 而且鱼肉比较多 这样做出来的,老人小孩子吃的也比较安全 里面煎至微焦,然后翻个面 也把它煎微焦 两面煎好微焦后 倒入开水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煮10分钟 朋友们家人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小尹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尹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 10分钟后,看看我们的汤已经变得非常奶白了 我们把这些鱼骨捞起来不要 把鱼汤过滤出来放凉 再准备3个母鸡刚刚下的蛋 打入碗中 加入一点点食用盐 再来点白醋去腥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散 使蛋白和蛋清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接着再加入1.5倍的鱼汤 继续搅拌均匀 朋友们蛋液和鱼汤的比例是1比1.5 最好是把这个鱼汤放凉一点 不然等一下就成蛋花了 搅匀后,我们用蜜漏勺给它过滤一下 过滤掉鸡蛋液的泡泡 这样蒸制出来就不会有蜂窝眼 再准备一个蒸盘 摆上鱼头鱼尾 把鱼片给它卷起来 卷成一个弧度 像这样,把它摆入盘中 全部摆好后 把鸡蛋液倒入摆好的鱼肉里面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蒸锅中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5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葱叶 把葱叶对折 然后切成丝 准备适量的红椒 把它切成丝 准备适量的大葱 也把它划开 然后给它对折 切成丝 切好后 把它放入冷水中 等一下就会卷得特别的漂亮 5分钟后 我们打开盖子 一股浓郁的鲜香味扑鼻而来 将火关掉 给它取出来 撒上葱丝红椒丝点缀 淋入蒸鱼齿油 淋入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一道颜值高 又非常好吃的鲁鱼蒸蛋就做好了 营养又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非常的鲜嫩 一点也不腥 鸡蛋也是非常的爽滑 做法非常简单 鲁鱼蒸蛋不仅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更是将鲜美的鱼肉与细腻的蛋融合在一起 每一口都是对新鲜海味的追求 每一口都是对生活品质的提升 尝试自己制作一份鲁鱼蒸蛋 感受食材间的完美融合 让这一道菜成为你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如果大家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点我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